周一8月5日,香港大罷工。港股开始财跌于300点。可不久陆续传来人民币。离岸及在岸价跌穿七算。拖累港股跌势加剧。行指一度跌于800点。银行、地产等重榜板快沽压沉重。 今早睡醒觉,传来美国列中国为货币操纵国。而中国就说停买美国产品。即是说两国基本上经已闹回。港股黑期跌于千点。和不丹行。看来今次港股真是大凌落。香港方面,从政府昨日的发言看。短期社会矛盾未见有解决的迹象。香港如今面对的不单只是经济气转差。更重要是在治安。法治、管治权动摇下。 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不保。估计接下来的是香港信贷评级被降。港股的重股压力难消。不过,正如不者近月多次提到。中资股占港股比重超过六成。中资股的重大不明朗才是港股的真正死穴。如今中美贸易谈判基本上可以说是失败。中国开始让人民币贬值。又表明不买美国产品。美国列中国为汇率操纵国。 美国九月在向三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一成关税应该不会有弯转。 禁搞法下半年中。美以至全球经济必然是会再度转差。 这浪人民币确认失守七算心理关口。有心理准备贬值潮汇持续一段时间。 这对中资股估值打击甚大。家因居民消费信心下降。不利内需。 中资企业收入。盈利均会被拖低。加上不少中企佣大量美元债。收入跌而财务成本急升。 真是大大获。目前手不要瞻手的。是对汇率敏感的中资金融股。航空股及内房股。 至于国企指数。短线廖将失守一万点心理关口。下市年初低位9762点进发。 恒指昨日走势不是一步到位。疑似浸浸落。表现可以说是差到爆。 金组料将烈口低开下市两万五千点关。 且观望年初低点两万四千八百九十七点承接。 除了做淡友。其他什么都不用做。 沽货套现所得。部分可以押住黄金避险。